筷子兄弟 这一个组合真的是让大家相当喜爱 还经常拿筷子兄弟和凤凰传奇做对比 但是这两个组合却有着极大的差异 筷子兄弟现如今至少离多 也是让人相当的感慨 甚至是前段时间传出组合解散的消息 当然到最后两个人都公认了这一个谣言 表示现如今的关系都相当好 只是两个人的梦想不一样 一个想成为优秀的演员 而另一个一直坚持做音乐 那么大家也是有着一定了解 肖阳她是北京毕业 所以一直以来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而且也完成了这一个梦想 在唐人街胖爱之中演绎的角色 虽然不是主角 但是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获得了很多网友的认可 而且现如今的 她真的是作用上一资产 而王太帝依然坚持做音乐 偶尔会参加一些综艺性的节目 但是将大多数的时间 全部都放在音乐之中 而且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音乐上 所以她的现状真的是负债累累 相当的尴尬 但是王太帝依然不忘初心 坚持自己想要做的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歌手 也是值得大家欣赏的一个事情 对于此你有什么想法